謝謝各位 交給大家發言和發言的錢 我也想補充幾句 都沒理由吃三億幾個午餐肉 即是不要吃多五餐肉 如果有九千多個六叔一支家 就一人睡十間了 香港統計署的數字是九百多個老屋者 很明顯這個數字是很誇張的 現在馬會撥給福利機構的撥款 一年都是二十一億 三十五億就一年半 一年大半 一年再多是大半年了 已經很厲害的錢 還有近幾年 馬會撥錢出來 跟以往不同的 馬會撥錢是多了參與的 以前不是的 像Pay-upboard 過了給你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多了很多馬會自己要參與的工作 這三十五億 這樣撥出來 真的很明顯是違反常規 這是很清楚的 第二 就是文化政策 我肯定不是最熟 很多人都比我熟 不過西九這件事 我們也關注了很多年 西九的諮詢功德 我們也曾經差不多說過 我自己的印象 因為香港從來未設有一個 這麼大型的文化發展項目 所以 九八年提出之後 就變成虛原樹 大家都希望有些東西在 自然 政府要 處理這些分歧的利益 和意願 事實上 我覺得操作是合理的 盡可能 走出官僚的框框 剛才劉備員說的 大家都知道 你指望康民署死定了 他的目的就是搞一些長矩 就是這麼簡單 搞一些長矩 就是他有數字 Evaluation 465 他就交數了 康民署的十八個長矩都是這樣做的 事實上 所以其實靠康民署真的不行 所以他能夠走出官方 其實是好事 我覺得這麼漫長的過程 確立了一些規矩 這些規矩就是 剛才 Darwin說了 要公眾諮詢 有公眾諮詢 不太重要 第二 又是比賽 透過比賽來選擇最好的設計方案 第三 就是評審那裡找了一些世界級的專家 這個也是 其實也是在八百年 一直到二千零 二零一零年那個階段 二零一年那個階段 確立了那些標準 今次事實上 一次過破壞了所有的規矩和標準 也很令人生涵 我們中心其實也曾經試過參與過 他在那幾年那個所謂公眾諮詢過程 都參與過一些工作 當然涉及合約區 我就不可以說 不過很簡單地說 其實當時真的很重視公眾的意見 其中有一輪的諮詢 我們這些同事去那些三個設計方案 自擔場 等班人在那裡數人頭 然後數了幾個 要抓了一個人來問 求他們回答問卷 看看他們哪個方案最滿意的 就是照做 並做 其中一輪的諮詢 他都要求我們入標的 我們不敢入 為什麼呢 他要求就是要訪問一些遊客 因為 唐經典那天主理這件事 當時 唐經典大家也知道 他也 可能他也問 他認識紅酒多些 食文化就不是很多 所以他就很重視那個旅遊效果 所以當時那輪諮詢 他就要求要根據香港過去幾年 遊客的平均數 就是說 日本遊客佔多少% 大量遊客佔多少% 用這個%來抽樣 然後訪問那些遊客 對那幾個方案的意見 那嚴重了 我們這些訪問員 又要懂英文的 要懂 普通話的要懂 原來要懂日文 要懂德文 怎麼做呢 終於我們做了一盤 提案給他 公民數大到 我們自己也不敢 看回那條數 當然現在不接受 不讓我們玩 這麼貴 終於找了大家做 事後我知道 大家做得很辛苦 做到後來要 在工作上 做些功夫 令他開交到數 正我所知就是這樣 但怎樣也好 這也是一個程序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很重視公眾參與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依據這個 過往的傳統 和這個過往的一個 慣例 和一個大貪文化界 和社會各界的 understanding去做的話 這次就沒有理由 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除了 當然 夫子說了一些很合理的 發展文獲 令政府現在會這樣做 好了 現在 其實我也同意 這次是 一開始的時候 所謂的MPV 是很重要的 一直以來都很重要的 我覺得 幾次的諮詢 其實都放在這裡 現在 幾個月前 就說沒有了 又說有一個體育館 可以用 其實我覺得 完全不同的意念 基本上 我也同意這一個事實 現在的問題 就是 是為了故宮博物館的香港分館 或者故宮文化博物館 值得這麼做 我覺得故宮的展品 脫離了故宮的場地 其實就不是真的這麼珍貴 當然 我絕絕無依 矮化 那些故宮文文 譬如說 人家叫羅來追殺我 他說不可以矮化他 但是 故宮文文 如果脫離了 故宮的值錢的地方 就在於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宮殿群 但是如果你純粹看 故宮博物館 其實它在世界博物館的排名上 是很低的 二十大都不入 如果你去到北京的話 你走去對面 對面有個國家博物館 那個人更厲害 那個人一排不高 高很多 如果跟台北的國立故宮文化比較的話 那個人排到第六 就是更加高 所以如果純粹說故宮的文物 脫離故宮的場地 實際上它是一個 在博物館的世界排名 那個迷法價值 藝術價值裡面的含意 其實是不太強的 又要看插件是怎樣做 所以問題也是 是否值得因為 搞一個永久的展覽場地 而去犧牲了MVV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一直以來 這幾天在我心裡 一直都在問的問題 很明顯 如果好像林鄭月娥說到 故宮的文物真的 魅力沒法黨那麼厲害的話 我確實恕難同意 我想很多人都去了故宮畫院 進去的感覺是怎樣 有時候的管理都亂了 東西放到亂出發糟 這個印象我相信很多人有 我當然希望他們來香港就會好一點 但是實際上 故宮文物不是真的好像林鄭月娥 有些人說到這麼魅力的法黨 這麼具有凌駕性 是令到我們覺得 必然有個需要 是取代我們的MPV的 我覺得這個一定也要搞清楚 最後我也是想說 例如普通的一番對話 這就是一番對話 我跟林鄭月娥也不太熟 但是有一番對話 其實不只有一番 還有很多番 但是有一番 就是在1998、1999年 當時回歸了沒多久 當時他還是 副務局的副部長 在不知道城市論壇的節目 當時副部局副部長說財政預算案 他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 他說政府無論如何節省都不會刻薄到人家 他真的這麼說 大家看看過去的半年 政府在《全民退休保障》的資訊中說了什麼 我也有著富士同一個問題 你今天變成這樣的 就是同一個問題 好了,就講到這裡了 我想自己的資格很多 我交給台下 有很多可能對文化政策很熟悉的朋友 很有意見的朋友 可以多點提出你的意見 大家可以互相參加 大家有問題或有意見隨時提問可以 各位,謝謝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邵家中議員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提及到那35億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社會管理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那35億是否全部都是由市民進入馬會投注所得來的金額呢? 謝謝 馬會慈善基金當然是來自投注 難道是要投資什麼呢? 是的,是透過投注才行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是給大家香港投注的人去找來的 那一年現在的投注才行 已經加上了賭馬賭波 已經超過1,600億了 其實有沒有辦法拉到這個計劃呢? 那如果JR是做不到的,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還有其他問題一次的問題先吧 還有其他問題有什麼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想要接住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想要接住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雖然出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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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出界可以怎樣? 可以拉到這嗎? 阿福祉 這個問題不在鏡頭面前回答的 老實說 董建華年代的單一招標 天幕蓋頂都可以拉倒從來 有什麼不能拉倒? 歷史可以回來覆去 只不過是否有這麼強大的民意 力量走出來呢? 夫子所說 他們都在製造民意 用很多民意團體 各式各樣的組織 走出來是立喊助威 做啦啦隊 熱熱歡迎 諸如此類的事情 除非反對的聲音 很強勢烈陣 這個沒說不行的 但是否做到這件事呢? 我們看到單憑立法會 有時很難說 立法會很難看民間社會 會有什麼民意和行動 形成得到呢? 你可以這樣說 實際現在是鼓樑 你看到現在是禮不學懷 問題是有多少人 願意走出來有什麼具體行動 這就是一個很實際的鼓樑 我想很難有人可以很準確預算 可以拉倒 不過我要說一個拉倒的經驗 因為事實上西九文法區 大家記得在2007年 許氏仁上場之後 是推到重來的 那為什麼推到重來呢? 不是因為突然間 許氏仁良心發現 覺得這件事不妥 所以推到重來的 而是當董珊 在98年推出了這個計劃之後 當時背後做了多些記憶 都不太透明 後來就決定打電視 當時民間有很大的力量 如果大家年紀大小小的朋友 我可能會記得 當時有一個叫做西九聯席 我們叫做People's Panel on West Kowloon 如果你上網找回 還有看到的 因為有很多文件 當時做了很多功夫 西九聯席當時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好幾個核心成員 包括除了黃英奇 和胡恩威也是 還有很多人在一起 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在一起 當時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理念 就是我們既然有西九文化區 這個這麼重要的資源 就是要為香港建立文化越境 所以建立文化越境 絕對不是小說官僚去幫香港人制定 因此就要很廣泛的參與 所以我們當時就號召 也都蒸集了有八百個 就是香港各界的八百個朋友 就是來自不同界別的 其實我印象中 我記得我們開了三次很大型的 一個研討會 就是工作坊 去建立一個西九的文化越境出來 而這些願景當然也是在社會上討論等等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其實曾蔭權 他做了特首之後 他都發覺是有很大的壓力 特別是連商界 因為大家招標 當然也不容易在商界擺平利益 商界本身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他後來就委任了許氏仁做司長 許氏仁做政務司司長 其實他第一個工作 就是要幫西九拆彈 因為當時打招標 如果他再做下去的話 就是分分鐘消到 真人權自己都答 他拆彈的方法 當然許氏仁當時的守護也很厲害 他第一件事 就是約見了我們西九寮籍的核心成員一起去吃飯 他的意思就是 想看看我們有沒有一些 可以民間和政府妥協的地方 其實當時的辦局也是很詭異的 因為本來廣明是不會請傳媒來的 誰知道我們去到那個地方 原來所有的傳媒都站在樓下拍攝 吃完飯之後 其實我們仍然都有結論 因為我們的看法就是 民間反對單招標 也希望西九作為一個香港的文化環境 一個這樣的文化區 建立起來 就不可以由一個商業角度主導 因為單招標其實等於是發展商的主導 所以最後結果他也是要推到重來 而為什麼大家聽聽陳俗莊說 西九的條例這麼清晰 是有一個諮詢的要求 所有其他的局都沒有 譬如你事件局都沒有這樣的要求 就是正正因為當時有很強大的民間力量 當然西九聯席是一個主要的力量 因為西九聯席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機構 是有很多團體在一起的 就是有很清晰的力量 就是告訴政府 文化環境這件事絕對不可以由政府弄斷 一定要是市民參與的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條例當時就寫明 一定要有公眾諮詢 才可以建立西九作為一個文化區 因此現在如果你說用一個背叛的角度來說 這個故宮博物館取代了大型表演場館 它是背叛了過去十幾年來香港市民的心血 因為整個設計是過去十幾年來 很多的界別香港市民的心血 才能夠形成現在這個西九的規劃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大家如果記得 阿妍立志 就是西九的總裁 因為當時請他回來的時候 也是很清楚 他都見過很多民間 第一件事就是見了很多不同的民間團體 就是了解了香港人對於西九的圓景 所以連連立志都看不過眼 都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之違背了 當時西九文化區成立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說現在是否可以抓到呢 其實這個是完全看香港市民的 因為大家明白到立法會有自己的局限 關鍵就是香港的民意有多強大 以及是不是了解到 現在的所謂背叛是去到什麼程度 或者現在是違背這些程序公義 去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也是我們今天為何要主辦這個研討會的原因 好 多謝阿伯 陳總叔 有沒有其他朋友有意見 或者有什麼問題 好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我們今天剛好諸聯盟的主席 阿司馬文 其實他剛才到達 他既然過來了 不如我們也請他來講幾句 因為他亦都是一路是搞規劃、設計 這樣 Oh, you want to say about planning issues It will be in English though That's fine OK Yeah, so if you stop consulting you end up with bad decisions As it were So if you stop consulting you end up with bad decisions And that is obviously If you look at one situation It's the location of the venue If you put a venue that needs to attract people in the dead corner of the space Then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people there If it's going to be a multipurpose venue with lots of events Then that's where you buy your ticket for So you have to go there But if it's a venue where you want to have easier walk-in Then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right location So this is just one issue of the bad decision Now whether that bad decision in terms of location can be challenged in court which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Can we take this to a JAR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GIC It's a GIC site And in the explanatory notes It's specified that it's an NPV So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change and there's not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hen somebody could question that decision Whether you're going to win in court is a different thing But I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still will have to go back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If you're going to make a change Anyway this plan was in detail presented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And not going back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I think is highly questionable But obviously Kerry by doing what she did She has filled the community Look at this discussion Clearly Kerry has not been able to take the people with them Look at the newspapers in the last week of what has happened Now when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first came out as a plan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private developer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plan in 2003 One location All venues One organization And a private developer Those are the three things that were wrong The government changed one thing Instead of a private developer It became an authority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uthority And a private developer What w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It was that the public was going to have control Over what happened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That was the reason to change from a private developer To a public authority That most essential change At that time It's been completely ignored now So you're going to ask Why has Kerry done that Well Kerry is frustrated Kerry is a senior official in government Who wants to do lots of good things As he says And she wants to do lots of good things And she finds it very hard to get things done And she's about to retire Or not And she finds it very hard to get things done So she's angry And in her anger She is doing these things Trying to get them sorted out Behind the scene Under the table Trying to get things done anyway Despite Lechko Despite political report Despite all of these things She tries to get it done And here you got her Completely going across the line Where she should talk to the people She doesn't Now it doesn't bode well for other plans How about the setting up of a harbour authority The harbour authority is dead With what happened now With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The harbour authority is dead Nobody is going to believe Government That the harbour authority Is a public authority Managed by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 It's dead Nobody is going to believe it ever again That an authority Can solve that issue Can turn something That is in private hands And make it pub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a harbour authority Some of the pub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convince anybody That you can do that It's dead And it also doesn't bode very well For Carrie Lam That is the chief executive for Hong Kong How is anybody going to believe That he is going to stand for the people And listen to the people Thank you Thank you 如果這件事 在現在政府的意願下 這樣發生的話 很明顯 就是 又是一代人的青春 已經1989年 1989年 到現在 經過幾番周節 才come up 一個這樣的 大家 約定俗成 或者大家以法例 已經規定了一些程序 如果這樣可以 就是 不要理你西九的價值 是怎樣 就是不要理你西九的價值 就是不要理你那個故宮的價值 是怎樣 就是這樣做是很大問題 那我希望大家繼續觀看這件事 繼續發聲 就是 用我們所有能夠用到的渠道 令這件事是 能夠撥亂反正 好嗎 謝謝大家